中超联赛紧张的进行之中,而一项传统然而知名的国际青年足球比赛为方杯,也在间隙中展开,其中有19国庆队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。 在球队首场比赛林比一输给西班牙人青年队后,在第二场比赛中球队迎来墨西哥球队桑托斯拉古拉U19队,最终U19国族全场比赛表现出色,但在最后时刻遗憾地遭到了对手绝杀,而一名18队的新星在这场比赛中迎来彻底爆发。 这就是第66分钟才替补上场的18岁新星刘国博,这名身高达到了1米89的边路球员来自于北京国安,是国安的未来希望,而在这场比赛中,他上场之后的表现堪称惊艳,在比赛第71分钟的时候,他在左路上演了一次精彩的戏耍过人。 他面对技术出众的墨西哥球员,刘国博只出一招穿当过人,成功甩拍对手,完成胜门,可谓精彩十足。 而不到一分钟,刘国博就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积极性和防守端的能力。 正是凡托斯拉古那在前场有路的一次进攻,刘国博从前场回防到关键位置,并准确判断对手的传球,完成了精彩抢断。 并在三名球员的比赛下,将球牢牢护住,造成了对手将球碰出截爱,成功为优妖角国卿赢回球权。 刘国博一分钟内的表现让人惊叹不疑,正宁十八岁的小将在随后的比赛中踢得愈发放松。 在比赛第七十八分钟的时候,他在左路带球突破,再次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过忍,他首先积极,前叉将队友的高空球穿球稳稳的停了下来。 这球足以看出他基本功的扎实,而随后他又完成一个灵活的变相突入禁区并传给后面的队友,帮助攻球了连续三次射门,险些攻破对手球门。 比赛最后时刻,刘国博在左路又一次上演精彩细耍,他的连续节奏变化让对手直接坐在立地上,随后突如进去妙传,被对手惊喜几围。 不得不说,作为一名1米89的新星,能有如此细腻的技术,让人活感惊喜,而国安U23球员为世豪,在上一轮中超表现糟糕。 不仅打电乌龙,而且脾气火爆引发热议,相信18岁的刘伯伯,完全可以成为国安新的U23人选。 老球中超球瓶。 老球中超球瓶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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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球中超球瓶子。